流道到年但准备做事情临近乎解 所以对学生的困难也很严格 而且已经就是孩子的严格教育 希望流道对的孩子都会用 临近乎解和结局勇敢的态度来面对人心 每天四点一刻 流道对的孩子就来报道 接受严格的困难 因为流道它是属于全面性的一个竞技项目 其实它除了需要基本的基础基力 还要有爆发力速度 所以说我们在体能方面 要针对我们流道专项的素质 比如说我们练的这个叫做 这个器械重量训练器它叫做狐狸 那狐狸的话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器械 就是说流道是属于要抓握对手流道一 所以它很需要我们所谓的前臂肌群的力量 那因为我们学校的楼道队员人数比较少 那所以在楼道的练习当中 我们要积极强化我们的抓握楼道一 这方面的力量 也就是这边的前臂肌群 学生手来拿的狐狸 当年有8公斤到22公斤 学生只要体格和听到的不一样做生态 所以来来还有地方体操的动作 转回转弯看看 平衡转弯 快倒要加速 基本的准备运动做完 刷了来还有各种技术困难 这些困难 除了我们的提醒孩子的体力和技巧 更重要的是 保佑孩子健康的态度 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感觉到它是谨慎的 它是注意力是提高的 它是全力以赴的 如果说你不这样子的话 感觉就像来这里嬉皮少年 感觉在这个道馆 好像不是要我们要的那种 要的那个精神跟状况 到过洋家困难跟人家教育 教育希望孩子 不管未来是不是要继续练流度 都可以用感慨认真的态度 来面对人心 记者 蔡近天的比较 把理财宏报道